全球輿論大動態 盡載有報天地圖 大家好 我是邱登海 9102年已經到了最後一天了 2019年老同志 2019年到了最後一天了 好 那麼明年就2020年開始了 2020年開始了 所以今天我們不但要持久迎新 而且要繼續談談過去和未來 馬上告訴你 好吧 過去我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毛主席曾經做回一句話 這個老同志都知道 年輕同志都不太知道 說敵人一天天爛下去 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說敵人了 基本上就是西方一天天爛下去 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好 我們馬上看一下 好 中央局長 好 中央局長我們看這裡 先看看這個 《中共中央集光報》 《人民日報》是這樣說的 時不我待 此陣朝夕 把握中國與世界 共同發展的歷史急遇 然後《人民日報》還外表說 奔跑追夢這一年 追什麼夢呢 那當然是中國夢 好 同時我們看看 今天晚上非常關鍵 除夕之夜 《人民日報》 《中共中央集光報》宣布 對方美國和西方為另一方 現在基本上格局就是這樣了 對不對 那麼 美國 中國和美國 這個貿易談判 這個先行貿易磋商 據說 中國官方還沒宣布 但是《有報》天天讀 先給你透露一下 《南澳早報》說 這位劉鶴副總理 要Sign a FACE1 Deal in US 劉鶴要到美國去了 要去簽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我們強調中共官方還沒有宣布 然後現在外媒都已經說了 白宮貿易顧問皮特·納瓦隆 就這個人 納瓦隆 皮特納瓦隆 就是我說比較鷹派的那個人 芝加哥大學教授 教授沒做好 只能給總統當當顧問 然後稱美中有可能下週之前 前後簽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本來不是說 這個First January Week 就是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 那麼現在說是Sign a Within Week 就是一個星期之內 這路透社英文網的報道 好了 他們這麼一說 我們就這麼一聽 最後我們肯定要聽中國官方的 對吧 好 然後同時我們看看 《人民日報》和VOA 把《人民日報》和《美國之音》 放在一起 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有報》天天圖 還很值得看到 《人民日報》宣佈說農業農村部 公佈新一批農業轉基因的 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 VOA 美國之音也做了相同的報道 好 然後同時 講碗農業 講碗吃 我們講講通電話這個事 講講通訊 技術無機 現在馬上要來了嘛 聯合早報報導說 中國成為全球最活躍的 一個無機市場 這個其實從2014年4G以後 就是這樣的 這個4G雖然不是在中國主導的 但是在中國市場上被用得最好 所以我們經常說 這個我們也是商業模式創新 現在5G不是這樣啦 5G標準是中國開始 至少是參與制定的 不說是主導制定 所以美國才對華為要下重手嘛 說到華為 我們就講華為新浪網報導 那個包括《Wall's News報》 《華爾街日報》都有報道 說華為2019年的收入是 聽好了啊 1220億 後面是美元 同比增長18% 這個《華爾街日報》 也有相當的報道 這是不得了的一個數字 1220億美元 日元還差不多 那同時我們再看看 這個香港新報還有一個報道 說華為獲准參與 印度的5G的一個網絡的一個測試 現在印度朋友啊 老是在中國和美國之間 這個遊人 不是遊人有餘 左右為難 譬如說我們搞的ICP 他不願意參加 這個美國拉了他搞印太戰略 美國忽悠他 說The largest democracy in the world 說什麼世界上最大的民族體啊等等 但我們要告訴印度朋友 你利中國比利美國更近 OK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 《聯合早報》還有一個報道說 杭州華為董事會調整 由孟晚舟退出 首批中國製造的特斯拉開始出貨了 特斯拉就是那個伊勒馬斯克 造的那個電動汽車 伊勒馬斯克這個人基本上是個天才嘛 他考慮的都是一兩百年以後的事 要開源 要截流 對不對 然後地球上人租不下了 能源不夠了 所以我們要往火星上跑 所以他在搞火星測試啊等等 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特斯拉呢 在中國基本上在全世界都這樣 這個賣一兩虧一兩 但它不影響伊勒馬斯克 他的一個偉大的志向 我也同意 這個雖然這個 這個我是沒什麼人情言威 對不對 尤其是賣一兩虧一兩 但偉大的理想 誰說了一句話 這個夢想還是要有的 萬一實現了呢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 我們看《第一財經》和台灣的聯合報 報導說RCEP 就剛才我們說的印度朋友 老戰爛飯處的那個 我們搞的那個 就是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叫全面的地區的 叫經濟的合作夥伴 時間表出來了 明年6月份閃 11月份簽 這11月份簽 關鍵莫迪 兄弟莫迪到底咋呀 好 然後到了2019年的最後一天 我們看看香港新報報導說 中國經濟數據預測 明年 今年的中國外貿總值 是30萬億美元 明年到底是如何 這個我們大家非常關注 電動車 剛才講到了特斯拉 現在台灣的旺報也報導說 電動車大陸的車企 重點發展的領域 這個電動車這個領域 只有中國社會主義國家 可以做起來 要放在資本主義國家做不起來 你看特斯拉 賣一輛 虧一輛 但是賣一輛 虧一輛 只不過技術上目前還能 還做不到 對不對 因為它投入太多 所以產出有限 所以在經濟上 這個數學題做不成 這放在資本主義國家 肯定是不行的 唯利是圖 只有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你看跑到深圳 整個深圳 全部是出路車 全部是電動車 這個事兒 如果放在美國 放在歐洲也沒人沒有的 只有放在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體制優勢吧 對不對 你看看文化執行 制度執行 所以商務部說 香港聯益說 商務部說 中國汽車業整體競爭力 超越韓國 新能源汽車 成為一個重要的亮點 所以大家還是要 對我們的制度充滿信心 同時香港聯益和南華早報 也報導說 輿論稱中國經濟增長失速 外資全撤 發改委連續刊登四篇文章 進行反駁 南華早報也報導說 《北京 takes a novel approach in defending economic health》 證明這個要反擊 證明中國的經濟 雖有下行 但是還是具有強勁健康的一個經濟基礎的 同時路透社 中文網報導說 中國12月份的官方製造業PMI 就是經營採購指數 持平於上月的50.2% 綜合PMI回落至53.5% 好 後面《中華書報》 好 《中華書報》繼續告訴你 同時《人民日報》還有一個報導說 未來六年 長三角將間鐵路6600公里 這個中國的高鐵 真是讓我感到非常自豪 真不是 這話不是亂說的 雖然事情有些我還是說 30多年前我在上海讀研究生的時候 我的導師是德國人 然後他當時說了一句話 他跟我說 他說 邱先生你知道嗎 德國人的驚喜 他說我把你們全中國的鐵路 全部量過了 量過了 量過以後 他說發現你們全中國鐵路加起來 還報導我們德國的鐵路總廠 當時那一剎那 我恨不得地上找個洞給鑽下去 20年之前 然後德國人 中國已經起來了 中國要做那個Transrabbit 就是造那個磁懸浮列車 我在香港 採訪了他們Titzen Club Titzen Club公司有關整個的一個種 他說我們要用50年時間 幫中國搞那個Transrabbit 搞那個磁懸浮列車 然後我就問 我說你們自己為什麼不搞 它太貴了 當時有這個技術 只有日本和德國兩家 忽悠中國人 然後08年之後 我們的高鐵現在完全超過德國了 今天跑到德國去 看看德國的什麼一蹊啊一蹊啊 慢得不得了 三個月之前我跑到德國 發現他們居然可以遲到五分鐘 我說天啊 30年前我在你們這的時候 你們五秒鐘都不遲到了 他說不行啦 現在我們已經趕不上你們了 小故事 建出一個大爭議 好了 余聰事 我們再看看這個香港的信報 報導說中國明年完成 完成北斗衛星的一個導航系統 你看 15年之前 歐洲人還在跟中國說 要用他們的GPS 我們用北斗 當時也是導致 中國歐洲關係非常緊張 至少不太要學 現在中國已經明年 都要完成 北斗衛星的導航系統了 不但歐洲沒什麼事 美國也沒什麼事 當然與此同時 《南華早報》還有一個報導說 中國海軍力量也突飛猛進 同時 這個首次突破90分 中國百度 力壓谷歌和微軟獲得AI 就是那個人工智能的語言的 技術王冠 所以百度在中國那個BAT裡面 他的市值排名是最後一位的 當然之前有各種各樣的 醜聞 香聞 等等 這我們就不說了 但在人工智能方面 百度追趕的 還是很緊的這一點 這個事 基因編輯 所以科學家你要知道 有所為 有所不為 科學家如果沒有敬畏之心 沒有哲學之心 還不如成為一個非科學家為好 這個科學家就成為一個 聰明的壞人 賀建奎 進行編輯 現在好了 求三年 罰三百萬 大快人心 這叫殺一盡百 同時我們看看香港新報 還有一個報導說 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監管規則 明年出台 國務院說發展小店經濟 吹股就業 內地的銀行 內銀 內地的銀行貸款小微 企業的船 降門檻 降息 12月中旬已經投放 這個儲備的凍豬肉十多萬噸 準備過年了嘛 這豬肉 同時北京 聯合早報和新聞網都報導說 北京發佈規劃文件 準備建政治文化和國際交往的 一個核心區 兩岸關係方面 看看現在所謂的反滲透法 實行日 兩岸交流禁止日 這是旺報的說法 然後藍營的《中國時報》說 那根本就是一個 兩岸禁止交流法 說得很好 然後ECFA 這不是RCEP ECFA是台灣方面的 一個叫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明年就要開始到期了 能不能續約 非常之堪憂 續還是不續就在雙方的一念之間 其實這一念就基於蔡英文 是不是承認一個中國 講到蔡英文 《香港電報》今天有個社會人說 蔡英文在過十幾天 台灣的領導人選舉買來了嗎 蔡英文審視樂觀 但韓國瑜積蓄其極 這話說得還是很到位的 好 時間不夠了 我就不說了 然後聯合早報還說 台灣媒體說雄風導彈 升級後可以覆蓋解放區 解放軍的東部及南部戰區 好了 簡單香港問題 香港今天晚上也非常關鍵 過年了 對不對 這個贏2020 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歡天喜地的日子 現在今天晚上會不會出事 大家很關心 所以香港的警方說 強調不容黑色恐怖得逞 然後這個送別2019除夕 倒數 很多地方都取消 這什麼事 飯都沒得吃 還要去鬧事 然後MF再削香港的預測 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已經說了 香港的經濟 今年香港經濟恐怕會萎縮1.9% 同時當然還有很多的 惠德鋒等等 接觸50萬次死滴 要建過賭房等等 深圳有一個人 有一個住戶 私自挖100平方米的一個地下室 然後他據說 他說別人能搞 我為什麼不能搞 這讓我想起前幾年 有一個高樓大廈上面 一個在樓頂上造了一棟別墅 樓頂上再去蓋一棟別墅 你能想像嗎 所以啊 國民素質 四個字 國民素質 好了 這個事呢 這跟國民素質無關 這個跟個人素質有關 挺好的 挺好的一個事 上海有個90後 92年 這個醫院護士已經寫下遺囑了 沒啥毛病啊 不是說生病了 寫下遺囑 說把他擁有的一棟房子 給他一個閨蜜 理由是我的父母已經有房子了 我的閨蜜跟我很好 然後閨蜜堅決拒絕 多好 你看 然後據說這樣的90後 還為數不少 身體好好的 明明還可以活100年 他明明現在要寫下遺囑 這好像太操前了一點了 北京有一個平安夜的 殺了醫生的那個人 現在已經遭到起訴 同時最後告訴你啊 這個事也屬於國民素質 我說都不願意說了 秦始皇陵墓 發現了一個賠償墓 內藏金駱駝 紫禁城系列活動 已經600年的大慶 2019年 俄羅斯人富華旅遊人數 增長超過20% 昨天晚上說了 普京的這20年 20年前的今天晚上 我們大家收到了一個消息 說葉利勤要退了 普京要上了 那一年他47歲 然後第二天他告訴我 俄羅斯人告訴全世界 給我20年 還我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明天這20年到了 是驢子四馬拿出來溜溜 好了 後面大慶世界 好了 我們給了你20年 你有沒有還我們一個 最要強大的俄羅斯呢 我們不知道 但我只看到的是 普京40年前英雲瀟灑 現在老了一點了 普京大帝 好了 這是歷史來做見證吧 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該說啥了 錢的時候就別說了 說起來都是累 201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2020年我們又展望什麼 休息一下吧 歡迎回到2019年 9102年最後一天 讓我們看看過去2010年代 到底發生了什麼 昨天已經講過一些了 我不是權威 一會兒給你講講權威的事 好 看看《新導日報》 是怎麼給我們梳理的 國際局長 雖然這麼說 但是自己留意一下 還是說最權威的評論 還在《鳳凰威視》 《友報》天天讀 好了 我們來看看 《新導日報》是這樣說的 他說2010年代風起雲湧 幫大家回顧一下 老同志們可能都忘了 阿拉伯之村 基沙拉登 馬航失蹤 特朗普上台 中美貿易戰 英國脫歐 ISIS 伊斯蘭國 興起於沒落 然後日本的福島核電站 東京地震 日本大地震 歐洲難民潮 恐怖襲擊等等 然後還加上一個MeToo 然後完了以後 明年叫Me3了 後年叫Me4了 這就是過去10年 忘了最重要的一點 這就是權威 科技革命啊 開玩笑 科技革命 民粹覆蓋全球 所有的這一切都跟科技有關 真的 有沒有想起 《鳳凰威視》一句廣告詞 科技改變一切 真的 那是20年前的一句廣告詞 還可以管20年 科技改變一切 然後點評2019 這個世界忽然開始變得很陌生 由於科技 科技會讓人異化 科技會讓人迷茫 科技會讓人陶醉 科技會讓人吃臉 好了 現在我們看看 像莫大媽 莫大媽 德國的 他說 20年代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年代 懂得語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不過他 沒有 他這裡沒有用實力語彈 他只用了一個 一定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年代 連莫大媽都這麼有信心了 我們怎麼沒有信心 開玩笑 然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 和盧特社中文網都報導說 德國呼籲歐洲建立抵禦 美國制裁的一個防火牆 然後同時奧巴馬和特朗普這兩人 這兩人怎麼會搞在一起呢 原來香港電台有個報導說 特朗普和奧巴馬 雙雙成為年度最受美國國民崇拜的人物 我不知道他們倆人自己做何感想 然後奧巴馬可能說 去 怎麼讓我跟這個人待在一起 然後特朗普說 有沒有搞錯 好 香港《明報》還有報導 全國 全球的IPO就上市嘛 上市集資 三年以來最少 然後同時民調顯示 超過一半的俄羅斯人 對未來還是抱有信心的 越南 領導人說 越南有可能會跡升高收入國家直列 我一看 一驚 他說2045年 2045年 然後觀念印度說2034年 印度有可能成為世界大 第三大經濟體 聽他們一說 我忽然發現我很有信心 我發誓2250年 我成為世界首富 邱振海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 《香港信報》還有一個報導說 福布斯十大慈善家 印度首富富商 捐593億開始奪冠 North Korea 北朝鮮 我們的朝鮮朋友 按照CNBC的報導說 他把三代領導人 這些夠壞的 把三代領導人從他祖父開始 發射了多少導彈 到他父親 到他的這個孫子輩 那當然的結論是不言而喻的 一定是孫子發射得比爺爺多嗎 這說明啥問題呢 這沒毛病對不對 如果孫子射得比爺爺少呢 才有問題 世界的糧食總署說 到明年5月份 需1480萬的美元 對朝援助資金 然後朝鮮什麼 中國祖平統委員會 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 這個這事也給鬧了 祖平統 祖平統委員會的委員長 李善權後來現身 勞動會的全會 這也沒啥問題嗎 所以韓國媒體 老喜歡一進一炸 不出來了就是有事了 出來了又要開始平反 好了 後面全球出報 好了 後面我發誓 我不再給你點評了 我就念你 因為導播不知道要快點了 《新的日報》報導說 美國空水珍珠裡殺25人 組織嚴言 反擊報復 然後烏克蘭政府批評 批准烏克蘭的油棋 與俄羅斯的油棋 簽署目前達分了兩層協議 然後蓬佩奧本週五 想訪問烏克蘭 然後拜登 不是拜登 拜登 要不能成白癡了 開玩笑 拜登說 如果露主白宮 考慮提名奧巴馬任大法官 我也想呀 我想如果我露主白宮 我想請拜登來當我的顧問 好吧 就像我剛才說 2025年我成為世界首富一樣 這很有意思 這個《華盛頓郵報》 這個《華盛頓郵報》 說桑德斯他出示了一份 醫生給他的一份證明 說他是能夠勝任總統職務的 關鍵問題這份證明 是發在他心臟發生問題 就是心肌梗塞三個月之後 好吧 好 同時 美國人民放心嗎 我放心 美國人民也不太放心 《華盛頓郵報》說 朱利亞尼 就是特朗普的事人公務員 被插手外交 遊說馬杜魯下台 然後墨西哥內政部長說 墨西哥不打算斷絕 與玻利維亞的外交關係 然後日本的一個董事長 據說抵達了黎巴嫩 目前還不知道會不會離開等等 然後韓國特色的五千多個人 裡面居然沒有前總統朴槿惠 然後東京奧運會水修館發現 有毒失眠 2020年有兩個跟政治無關的事兒 一個是東京奧運會 上一次東京奧運會 1964年 日本還在崛起期 第二是2022年很重要的 喜歡音樂的朋友都知道了 貝多芬250年誕辰 同時我們再看看媒體象徵 不敵鈔票 直上華府新聞處博物館年底席燈 俄羅斯的T-14坦克 據說裡面還有廁所 以後還放上床 得了 然後墨西哥現在熱得不得了 據說熱得不得了 然後現在聖誕節迎新年 只能做fake snow 現在不是fake news了 不是假新聞 是假雪 人造雪 這搞得像莫斯科成的香港了 熱到什麼程度呢 熱到攝氏七度 基本上大概是中國 江南一帶的溫度 最後告訴你羅曼尼亞 有一個婦女在手術台上 居然被放火燒死 放火燒死她的 原來是那幫醫生 當然不是故意的 原來就是一個電動刀 忽然佔了酒精 忽然起火 居然把一個病人給燒死 悲痛之餘 這幾個人判的時候 到底是謀殺犯呢 還是醫生呢 白衣天使呢 還是黑衣天使呢 好了 後面大家已經看到了 我們馬上跟大家說說 有報天天讀 我們選出來的 我們的讀者 或者我們的觀眾選出來的 十大國際國內新聞 第一次中美貿易談判 最后一個是朝鮮半島局勢 中華的十大新聞 第一次香港亂局 第十是深圳建設新型示範區 最後我要評論一個 當然2019年全世界華文節目裡面 最好看的節目就是鳳凰威士 有報天天讀 這毫無疑問的 最後一個亂字 亂 世界亂 主要是西方亂 這一開始就說了 毛主席說 敵人一天天亂下去 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但是大亂方能大致 所以到了兄弟點評的部分 叫2019年 亂中有序 亂後大致 就三點 第一呢 昨天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十年是科技革命 和社會風潮的十年 未來的十年不是兩個第一嗎 一個叫Digital Age 電子化 另外一個是Demographic 就是人口下降 這個十年還出現地緣衝突 就中國迅速的崛起 同時全球化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未來十年走向何方 未來十年一定是更美好 剛才莫大媽不已經說了嗎 20年代一定是一個更好的年代 但走向何方 我們大家一起來期待吧 好了 明天 這時候我們見到你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滑到了2020年 祝大家今天晚上過度愉快 好 明天見 好 明天見 好 明天見